小仙仙子 這幅畫的名字 這幅畫的座子叫瑪蒂斯 然後他的作品名稱叫舞者 你知道舞者是什麼意思嗎 我是在跳芭蕾的舞者 對對對 好那我跟你講 這幅畫最特別的地方佔他非常的大 多大呢 大到可以將我們這間房間全部包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這張作品要這麼大嗎 我先講這張作品的故事好了 這張作品呢 馬蒂斯 他在畫這幅作品的時候 他把舞者全部帶到海邊去 然後呢 讓這群 我也覺得他 他這邊在一個大 然後呢 讓這群舞者呢 在海邊狂舞 然後他把這個情況畫下來 然後他在描寫呢 是八月很熱很熱的天氣 然後一片綠油油的草地上 人物呢 在上面瘋狂的把動 然後當你覺得這幅畫 超級大 大爆說 他可能臉像他的一隻腿 就跟你的臉一樣大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你那麼大會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那麼大 沒有感覺 只有大小而已 只有大小的感覺 所以你在心裡 你覺得其實 東西很大 你覺得沒差 你笑 也沒差 他很焦慮喔 這是阿拉 不然我說不能看電視 平時就這樣一咪一咪 結果糟糕了 然後呢 糟糕了 就會強迫 一個 比如說我們看動物頻道 他是放在手機 就是小小平板給你看 可是很大很大 我們在電視看的時候 你覺得沒差別 很差別 你覺得沒差別 是不是 可是有一個人說 他說 作品尺寸很大小 會引起我們觀看者的思考 這個人呢 叫做康德 康德對於美 他在分析美的時候 他說美 這種東西只出現在形式 作品的形式的時候 才會有一些美的形狀 或什麼樣的表現 可是呢 這些都只是外在的 重要 我們要討論藝術作品的時候 應該放在他的崇高性來討論 那崇高性的時候呢 就會 對 崇高地磨的天賦 對 崇高性對不對 所以康德就要講 崇高性有兩種 一種 是數量崇高性 一種是力量崇高性 對 當數量很多很多很大很大 比如說你看到 蜜蜂只有一隻的時候 好可怕 好可怕 可是當蜜蜂有一群 畫面有一群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所以一隻的蜜蜂跟一群蜜的畫面 對你來說什麼差別 都很可怕 那問題一隻跟很多隻 哪個比較可怕 兩個都一樣 妳覺得兩個都一樣 所以沒差別 可是康德覺得在數量上 會引起差別感 當那個東西的 當藝術作品的 數量 我就說 找他不害怕 多他才害怕 多他才害怕 多才害怕對不對 因為他會 引起你另外一種 奇怪的 特別的恐懼嗎 可能是顏色 黑壓壓的一片 之類的 是不是 不行 不要亂 好然後呢 康德就認為啊 當數量其實代表 同時代表體積的換算 他說 當體積啊 只有這麼大 就像我們看電視一樣 只有這麼大的時候 嗯 覺得還好 可是如果當我把這個畫面呢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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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放超級大的時候 超越了我們可以想像的時候呢 就可以帶出 我們另外一種感受 這種感受是超越性 它突破了感覺 而引起了理性的思考 媽媽看到你一直都痛了 你只快要哭好了 你想想看 當馬蒂斯他的作品 無限大 大到一個 需要人兩三倍高 的高度跟寬度 甚至可以把整個房子 包進來的時候 你的畫面 你的眼睛所見的畫面 滿滿的都是馬蒂斯舞者 可能你在他旁邊 還不及他的一隻大腿的寬度的時候 你可以有什麼感覺呢 沒有感覺 你會不會覺得有一種 被這些舞者包圍的感覺 有啊 我就說 我就跟他當頭 你會覺得你好像在裡面跳 跟著巨人一起跳 就很像小矮人啊 當你去一個很大很大的地方的時候 你在城市裡面行走 看到左邊是高樓大廈 右邊是高樓大廈 你走在中間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覺得自己很渺小 覺得自己身在其中 還是你會想到其他 我感 感覺我很渺小 那康德認為呢 我們要帶出重高興的時候呢 其中有一個 就關於一個叫做數量的大小 所以當馬蒂斯的作品 畫的尺寸如此之大的時候 他有一種用意就是想要邀請讀者 來深陷其中 那這部作品呢 被收藏在俄羅斯 那今天用康德 對於美的崇高性來詮釋 為什麼今天會有藝術畫家 他要把他的作品尺寸 放大到無限大呢 他的無限大的用意其實就是要我們 超脫我們對於感官 打破我們對於事物理解的限制 然後突破感官之後呢 我們有進一步的思考 有進一步的思考 超脫感性的思考 而帶出理性的另外更深層的意義嗎 這是康德認為 藝術作品的崇高性之所以 能夠被誘發出來的原因 那今天 最後開放式的題目是 你曾經看過無比巨大 喚起理性美感的經驗嗎 歡迎你跟我們分享喔 讓大家見面對你來的 要結束一同 離開分子 走路 走路 走吧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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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